應該是快流下來了 但是現在是主持的身份 所以不適合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那的確啦 感謝老師除了教探也分享了一個 他以前的經歷的見證 那的確就是說 神的恩典滿滿 只要我們一心專心的依靠祂 相信在我們最無助需要幫助的時候 神都會給我們 適時的給我們的幫助 相信神的恩典絕對夠我們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就是說 我們今天很特別的 邀請到了新竹教會的汪志明 汪弟兄一家 他要來見證 神是如何的 將這個 這麼大的恩典降臨在他 以及他的家人身上 那我們 麻煩大家掌聲歡迎我們的新竹教會 汪志明汪弟兄 祝各位弟兄姐妹 與祝父道朋友平安 感谢神今天很有机会来到面移教会 小弟现在奉主耶稣圣明在此做见证和分享 小弟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小时候我是三个小孩子里面的身体健康状况最差的 从出生时就因为不知名的症状 需要父亲输血才可以救活 感谢神要不是神的怜悯 小弟今日无法站在这边做见证 小时候常感冒半月发烧咳嗽好意愿 大约到13岁国中的时候身体才渐渐好转 这时候眼睛却开始过敏红手 就是一般通针的过敏性结果液 医生使用的内部水做治疗 出现抗药性 治疗没效就只好换医生 家人四处打天明医 在看眼医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医生将眼皮方面用针筒注射药物在眼皮下 很难想象当初为何有这样子的勇气 或许是真的受不了了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还是没有好 还有一次另外一个医生说 要能够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就必须搬到山上去住 天天看绿色植物以及大自然空气比较好 当然这个建议我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那小弟也因为眼疾的问题无法改善而影响到的课液 早上起来长眼睛是红肿 眼睛分泌物多 所以干掉之后上下颜碱颜柱是无法 肌肉是无法张开 所以为了清洁要花许多的时间 那因为眼皮内有异物开眼投影的时候会刺痛摩擦 会痒越痒就一直揉揉到最后就疼痛 那当到上课当时博中一年期正逢课业繁忙 常一边考试一边遮着眼睛 常一边擦拭眼泪忍着刺痛再写考试卷 眼泪药水也只能够舒缓症状 那也因为眼睛痛的关系所以常常醒觉 到了晚上能就只痛到睡不着 常常是疼痛而入睡 而且睡到一半也会因为疼痛而醒过来 眼睛是灵魂之窗 但我因为眼睛觉得人生好苦 面对未来只有忍耐与忍耐 感谢神幸福以来 小弟眼睛痛的情形很少再发生 有也很轻微了 所以小弟特别体会一段经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除了跑医院 我们也透过一般民间的信仰寻找可以改善的途径 求神问福 挂平安符 拜神明当神明的干儿子求扶水喝 问七童 赶鬼各种方法都试过 还记得外公去世的时候到舅舅家里去拜 结果已经马上就红肿疼痛 家人说是被祖先问到了 当时心中觉得害怕不明白为何祖先要这样子 回想这段过去 深切地明白不论拜祖先或拜神明都没有用 从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是做生意的 金钱方面流通比较平凡 经济还算小康 随着家里的金钱管理 与父亲的在金钱上的随性 对绝络朋友破气 加上当时游行的大家的六合彩 等许多复杂的因素 家里变得路不路出 父亲四处借钱 朋友来家里要钱 而且越来越严重 父亲因此沟通不良 常争吵 每次父亲喝了酒就像变一个人 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好久 在大约国一的时候 母亲兼当起家里的负债 被货必须把房子卖掉 但是卖的房子平常 钱还是不够的 母亲只好以自助会 以会养会的方式 来面对旁大的债务 以及养育我们三个小孩子 我们过着搬家 租房子 被钱追着跑 还债的生活 俗话说 屋若偏红年夜 就在家里陷入困境的时候 还被倒退 使得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甚至一个月的费钱 要高达二十几万 小弟就这样从小到出社会 结婚 生小孩都过着负债 没有办法存钱的生活 算一算 应该有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前书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不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忍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的住 感谢神 接着神动光带领我们 回洋圈的路 小弟接下来要见证 神如何亲自带领 时间回到民国八十九年 小弟出社会 刚出社会 在工作约养银后 主耶稣安排了 小弟生命中的另一半 也就是小弟的骨中骨 肉中肉的出现 让小弟的人生 开始起的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夫妻羊的认识 老婆有一段 属临的体验 背后如果有时间 可以请他再跟各位分享 刚交往的时候 两人觉得运气很旺 连很少有机会到百货公司 去买东西 都还会抽奖 抽到项链 在开始交往的时候 小弟也跟老婆提到 我原生家庭里面的经济状况 那因为负债的重担 前面的路 不晓得如何走下去 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 不晓得什么时候 能够脱离这个经济束缚 让小弟曾对他所说 将来结婚 最苦的是我们的孩子 后来我们陆续到北部工作 在当时尚未认识 许耶稣的时候 小弟跟老婆 就有同样的感觉 一路上我们遇到瓶颈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无形之中似乎有的力量 在帮助我们 不论大小事 许多事情都非常的巧合 现在回想起来 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恩典 好大 也很奇妙 这世界上没有巧合 一切都有神的名义 在其中 感谢神 在论结婚嫁的时候 因为老婆家是个大家族 一般来说都有大聘小聘 感谢神 不仅这些都免得 而且还经过双方家长同意 从订婚到结婚 过程简单 朴实 连白色婚纱都没有租 女孩子结婚没穿过白纱 多少有点遗憾 所以 老婆也想过以后 经济比较好的时候 再来补盘 感谢主 如今蒙神拣选来信主 知道将来有一天 天上的独一真神 主耶稣要再来 得救的人将穿圣洁的白衣 如同新娘 来迎接新郎 洗开婚宴 现在的他只羡慕那件白色脸 不羡慕穿这世界的白纱 他说感谢主 让他可以把珍贵的白红纱 留给主耶稣 听了这个话 小弟内心非常感动 当初没有办法给老婆的主耶稣帮小弟 用更美好的旨意来成全 怀第一胎的时候 他公司另有两位同事怀孕 在那里他公司不聊 老婆因孕吐不舒服而没有参加 向来没有什么中奖孕的他 结果竟然得到合奖 一般来说这个奖项 必须要本人才有办法领取 但是他的主管却智慧地 帮他把头奖保留下来 回想起来 这不是偶然 是主耶稣的祝福与恩典 原来神不只是服我们婚姻 也给肚子里的孩子祝福 买第二胎的时候 想说自己要带养的孩子 一方面不用付保姆费 一方面也增加自己 与小孩子的相处时间 于是老婆辞掉了原本不错的工作 小家庭就过着更节俭的生活 就这样子 小孩见少 然而 我原生家庭所有的负债 能要继续盖瓜承受 面对抚养小孩的开销 以及似乎无止境的经济压力 养人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我老婆告诉我 民国99年 她几次起床 半夜起床 姑亲 因为活在 负债的日子 没有此外 她因为照顾孩子 停掉工作后 为我能否继续工作 因为当时有金融海啸 五星下 为了工作 是否能够持续 以及住的问题 孩子要准备 就学的问题 她觉得 人活在这 互可靠的金钱世界里 都市里车多 随时意外会发生 生命生活都没有安全感 没有什么可以抓住 仿佛事实不同 觉得很难受 对着天上的神呼喊着说 为什么要这么 没想到 神不只听了她的呼求 而且早已预备了 再隔一年 家里便把债务还清了 很感谢神 在102年五月来到教会 目到前的大约两年 我们夫妻接触到一个服务业的机会 让面电子与化学的我们 可以有许多的机会来接触人群 渐渐地改变与人来往沟通 都就有习惯了 不再只是面对一般般的电脑 以及化学产品 接触到这个服务业 是在家中厂房债务后 神很重要的一个带领 因为在服务业 必须下功夫学习 要与陌生人交谈 开口交友 请听需要见证分享 就好像在传福业 日后还必须关怀跟进 也必须习惯挫折 回想那话题集合中 只接触一年左右的服务业 其实是主耶稣在为我们服务 祂让我们体会爱心关怀 与谦卑服侍的重要 预备我们成为祂要的武功能 所以当我们进入教会 人是悟到者的时候 就很快的习惯了教会 大家庭的生活 神引领我们改变 从保守封闭的家庭习惯 到大庭广众之下 传扬真光福音 若不是主耶稣的帮助 我们怎能突破自我 进而领受这么大的恩典 感谢主愿意用我们 这么卑微的人 这么平凡的人 来成就祂从创世里来 预备的拯救计划 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在这一年底 神很奇妙地 让太太看到一个意象 她说有一次假日 大约是接触服务业半年的时候 我们开车采买物资 回家的路上聊到换房子的事 神当下让她浮现一个彩色的景象 她在邻里 眼前先是看到一个藤蔓垂着 树朵红色 红的很红娇美的花楼 接着 看见一件全白的楼房 没有市上建筑物那些外观装饰 屋顶是平的 共三层楼 三楼完全无窗户 二楼只有正面一个小窗 外观是全自行 一楼左右各有一个圆柱 撑起欧式 像那样子三角形的一个大门 和两三间的台阶 门很窄 窗外有鲜绿的草地 周围有树 天光的光很白 和阳光围绕不同 不会热很舒服 很像是山中的桃花园 放眼只看见这间白房子 没有再看见其他楼房 当下我老婆 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只是放在心上 一直到隔年来信主 在如旧约建殿 有三层楼的设计时 突然想起所见的意象 才明白 原来神已经为我们进教会 做安排了 神的旨意如此美好 也早已向我们显明 感谢主一直看顾引领我们 在这段期间 有个小插曲 佛老婆在服务业时 看到世界上有本着爱心 伤害人的良心事业的时候 曾很意外地 冒出一句奇妙的感言 她说 我好像看见我天上的神 她选择信基督教 但是因为教派灵力 使她只是在心中相信 所以不曾去过教会 但是神是爱的记号 就像烙印印在心中 她自己也不晓得从而知道的 民国102年4月 小弟要出差到发心前 先把小孩送回囊部 在4月13日晚上 我先关灯睡了 老婆不觉晚 过了12点才过来房间 坐在我旁边 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事情 很神奇 忽然有个异象输入她的脑中 她肉眼看见家中的景象 与与丛林里所见到的异象 同时存在 一起看见 她观看 是瀑布 景色很黑暗 想说是不是有好心人 要介绍她去哪里 看美意的瀑布 心里面就问说 那是什么 很奇妙 竟有个字远远的飞过来 在还没有来到之前 她意念中已经知道 那字是血 之后清楚看见血这个字 顿时整个心情大转变 感觉很害怕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 是老公国外出差 会发生意外 还是小孩子在南部 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赶紧 就先去睡觉 当日早上老公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去买早餐回来 就跟她说 在买早餐回来的路上 有看到一只老鼠 被淋死掉 有流血死在路边 另外一个生血有关系的 就是在早餐店 的电视上看到 比如波斯顿马拉松爆炸案 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吃完早餐 要准备出差的事 老婆就想借着电脑找找看 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文章 做分享 于是使用了几组关键字 如血异象来搜寻 有看到一个浪漫的文件档 灾药内容有雷虹的味道 打开阅读 发现书名叫天堂不止真实 内容提到主耶稣再来 世界末日和大福大福灭 老婆知觉她所信的基督教的神 要再来 主人要再来 她必须进教会 回到神的家 这时候她还不晓得 耶稣就是这位真神 只因有一次 翻开圣经看到 约翰主义里面提到 真理 就想到 宇宙间密集的真理 一定有一位掌管的真神 于是就信了基督教 所说的那位神 主在出差前几天 仍旧忙于公司 以及准备出差的事物 老婆则努力地在网络 搜寻文章 默示的资讯 和教会的资讯 想说要去哪间教会 在国外出差的期间 小弟爷与老婆 在网络用Skype 在网络上找 寻很多外教会的见证 还有但以理书 摩西律法 十戒 尤其是安息日 这个特殊的字 也把新竹地区 教会的网络资讯 财务资讯 都浏览过 原来无法决定 要去哪一间 回到国内后 把小孩子从南部 接回新竹 开始实地 接触寻找教会 第一间是到 新竹市北大陆的教堂 那时候有下雨 我家车停在路边 小孩跟老婆留在车上 小弟自行前往教堂内 拿简介书签 取回后给老婆看了一下 他只觉 玛利亚抱神子 玛利亚不是神 神子也会长大 要拜的是神 妈妈抱小孩子 那是要怎么拜 感觉很奇怪 第二间 去了清大夜市的圣语堂 第一次去是星期六 没有人再聚会 隔天再去看看 这次有开了 就走进去 胡老婆就告诉 那位接待人员 因为看到地下 要进教会 接待人员 就先引引我们 上会堂去 听牧师娘讲道 会后 老婆就和那位接待人员 谈意象 以及属于的体验 也提出主日 与安息日的疑问 接待人员 立刻说 安息日是星期六 但是 他们守 星期日 主日 还说 如果你愿意 星期一到星期五 也可以守 老婆就反问 他们为什么守主日 旁边 同样是他们 教会的一位弟兄 就回答说 是君士坦丁大帝 的时候定的 一说到人比神大 可以自己定日子 修改神所定的安息日 老婆心里开始生气 人怎能乱改 他本来以为 那边有外国牧师 有许多的朔博士 在聚会 信徒约一千四百多人 十一间不小的教会 所以对圣经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结果令人失望 在谈话当中 也缺乏属灵的神经见证 信仰体验和老婆大不相同 又真又活的神 在那里根本找不到 如果待在那间教会 他觉得 他会变得跟那些人一样 搞不清楚 走出教会后 老婆就对着天上的神说 你让我看教写的异象 为何不直接把教会的名字 也写给我看呢 到了晚上 差不多该就寝的时间 小孩雨 小弟就先睡觉 老婆在忙人家之后 继续在网路搜寻教会 使用安息日 新竹 引人追追文 终于再翻了无数的网页 感谢神的代理 当很累快要放弃的时候 按道了 真耶稣教会五大教义 洗礼 洗教义 圣餐礼 安息日 圣礼 介绍的既谦卑又委婉 十分坚定 谨守安息日 与守主日教会不同 教会对信仰的坚持 不随仁义改变 和神掌管真理 不会随便变更的感觉一样 更不会让人混淆 安息日或守主日 挺进了新竹 真音书教会 网站的照片 看到信徒有谦卑 仆人喜乐的样子的感觉 她只觉找到 这是有神的教会 老婆再次确定 这些教会没有负面报导 不早还好 一早更开心呢 因为 真耶稣教会 坚持合法的洗礼 其他教会 不满自己成了 不合法的受洗 就指 真耶稣教会是异端 林章内容相当不客气 她想 神不会喜欢这种 不客气的做法 他们一定没有神 才敢这样子做 如果真耶稣教会 为了不被看成异端 而跟其他教会一样 那么这些教会 不会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看完的时候 已经凌晨两三点 老婆生姓找到了 就很高兴的去睡觉 晚上做梦 笑得很开心 现在回想起来 要不是耶稣的拣选 我们怎么可能会想找教会 而且在找教会的过程当中 主耶稣能不断的给予帮忙 要不是主耶稣的代理 我们怎么会找到真耶稣教会 我真神神在的教会呢 主耶稣说 不是你们拣选人 是我拣选人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感谢主 从一开始老婆跟我讲 看见异象 小弟相信 没有怀疑 甚至呢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小弟对于末日来临 也感到不安 心里愁怀 家人的安慰 不知如何是好 当老婆跟我说 他找到教会了 小弟 也稍微在屋上 看了教会的资料 虽然对教会非常陌生 也不晓得耶稣就是真神 但是人在主的带领下 我们星期四晚上到了真耶稣教会 新闻教会 那一天没有聚会 感谢主 当我们站在民国 教会职务人员 刚开完会 看看 我们在外面探头 就邀请我们进去 和我们聊一聊 你介绍我们耶稣是谁 听了我们的 怎么样来到教会 吴老婆怎么样的属灵体验 他们一点都尽量 将我们打发的方式 还邀请我们隔天来教会 聚会 于是我们就从星期五 102年5月24日晚上 开始入道 在当晚 许多教会弟兄的姐妹 也跟我们一起分享 神迹奇事见证 有吴修丽姐妹见证 他女儿和外甥 在三岁左右一起淹死的 浮在水面上 完全弃绝 借着祷告 两个人都死而复活 这样子的一个 神的奇迹 以及大名 又真又活 实现在引擎 在真耶稣教会 有数不清的见证体验 可以再是神的作为 一同赞 只觉得好喜乐 在目道正好第三周 星期五晚间聚会 老婆入睡前趴着 很累的在做祷告 结果涅免起去就睡着了 这时他进入异梦中 看到很凤凰的天色里 地上的土 有像水的物质在上面 大约是一杯水那么多 又更像掉在地上 已经完全融化的冰淇淋 正在散开当中 有一条流向那边 有一条 有像这一边 又一条 看到他的时候 他一直流 一直流 理论上 一杯水的样 应该要被你 你吸收了 越流越干 不会一直流到你才对啊 可是 他却毫不减损 一直流向他 当他发觉这条 是一直朝他流过来的 心里就惊讶地问 那是什么 马上下意识的记忆 就被创建到 先前看到的 瀑布鞋 那个意象 意思是 和他之前所见的瀑布鞋 一样 小孩睡在他旁边 拉他 将他吵醒 那一刻 他翻起身来 清醒的过来 他表示 那个画面 仍然相当的清楚 可见 在同一年 秋季灵恩护道会 为了求更明确的 解释 大量血的意象 以及 小量血的异梦的差异 老婆向当时协助 灵恩护道会的 张曹青传道提起 感谢神 很奇妙 张传道知道 类似的见证 是一个 在台大医院的长辈 当时这位长辈 看到医院墙壁出现瀑布 也是问 是瀑布吗 后来知道是血 传道为我们解释 印象中的瀑布 是主耶稣 要我们到有保险 赦罪的火水 大火里受洗 黑暗中看见瀑布 是因为人 活在魔鬼的掌控底下 以前老婆 因为众多教派的关系 不敢接近教会 只知道可以向神祷告 相信电线赶上的 信耶稣得永生 但是不明白受洗 对赦罪的重要 感谢神 亲自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让我们知道 正确受洗的重要 血流向祂的帝梦 是表示救恩 要临到我们这一家了 感谢主耶稣 亲自引领我们 是我们如此宝贵的救恩 在看来渴望解放的时候 主耶稣就差派 从道人来为祂解梦 得知了血是指耶稣保血 主给了意象与地梦 皆是救恩 人活在恩典当中 并不是可怕的末日流行意象 我们总算放假 对末日要到来的惶恐 静下心来好好的听到 神的奇妙代理 真的是很特别 老婆说如果不是当初的血 很吓人 以他不太敢相信人 又不爱出门的个性 他可能不会想像很破切的老教辈 又很勤勞的出血 神很了解他 小弟从小跟着上一代的长辈拜拜 其实内心并不追求宗教信仰的心 感觉有败就好 也不清楚所败的神明 与小弟有何关系 感觉就是求一个心安的 古人留下来传下来的就照做 对基督教的印象大概就是做礼拜 以及看到电信感上的天国进人要违感 是外国人在信的 周遭亲戚朋友 没有人是基督徒 也没有亲友传福的神秘过 老婆中原大学是基督教学校 在交往时也未曾听他提过耶稣 只知道他不喜欢哪乡拜拜 印象中他说基督教派很多 不敢到教会 他只相信他不想当基督徒 来到教会看到教会弟兄姐妹 用听不懂的方式在祷告 他们说这是灵灵祷告 是圣灵亲自带领 圣灵是神的灵 当神要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就会开始跳动或卷动 这时人的意思 能是清楚的 想要停下来 可以随时停下来 感谢主让小弟 接受这样子的祷告方式 小弟也祈求圣灵 跟神祈求 让小弟成为家里 第一个得到圣灵的人 可以得到圣灵 来跟他们分享 主耶稣说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后门就给你们开明 就在太太做异梦的第二天 神便让小弟有体验了一晚的圣灵感动 这还没有寻醒 这还没有寻醒